回家吃饭 他有时背着一包 从外边穿 就这样绷连续的 这叫嘚瑟 感觉会吃饭啊 这是简单版的 还有升级版的 耶 出彩 展翅高飞 这会儿你饿吗 我今天带来一道 腊烧鲨鱼 没有这道菜 有啊 没有 我做的这道菜 三葱沙江生煎草地鸡 听起来就非常的有故事 皮脆肉嫩 焦脆鲜香 淋漓尽致 多给我点点赞 赞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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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当编导 自己当主持人 自己当后期剪辑 我还当过兵 我也是当过兵的 饿吗 饿 马上开饭 又是老时间 在饭点大伙走进了 我们回家吃饭的厨房了 今天 大家好 今天教你们做一道 蜜汁小牌 多多点赞 嘿 导演 把这个WiFi给我关了 什么情况 怎么刷不出来啊 点赞了 你们什么情况 问我什么情况 这已经都要开路了 你们俩在那玩手机 这不是现在流行 这个制作美食视频吗 我也是学习一下 你在上面在查 怎么来做这个美食的视频 是吧 没错 您那刚是在 我在做美食直播 你这是小牌 我知道了 你们俩都是这个 现在网络的弄潮 因为爸妈这一辈人 还习惯在看电视 来看这个美食 怎么来做饭 什么跟着学 现在好多年轻人 在网络上来看 这个美食制作的视频 然后很多人也自己 能把自己做美食的视频 发出去 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其实 这挺好的 为什么 因为不论是通过 任何一种渠道 总之传递是乐观 向上的生活态度 传递的是自己的美食 没错 独乐乐不如重乐乐 回家吃饭的灶台 当做你们的舞台 需要直播 我帮你直播 需要剪视频 待会儿呢 我们这各种导演 什么可以指导你 咱们来认真做道菜 好的 介绍一下 我叫冯伟 来自恒台郑州 一边做着服装批发 一边在做美食博主 你这个行业 差距有点大 对 又是服装批发 然后又是美食博主 服装生意就这么不好 还有时间 这两个吧 都是爱好 所以现在的主要工作 是服装生意 同时最大的爱好 是做饭 也不光这两个 我还当过兵 对 我当了八年兵 15年退伍的 怪不得这个英姿 撒爽的这个感觉 站一个君子 我们看一下 哇 你看 曾经呢 我也是当过兵的 我是02年当的兵 04年就退伍了 现在是一家 五星有恋的 行政总统出的 所以你们两个共同的特点 首先呢 现在都特别的爱美食 特别爱进厨房 对 另外一个 你们俩都当过兵 没错 那你今天给我们做什么菜 我今天带来一道 那个腊烧解放军鱼 没有这道菜 有啊 没有 什么解放军鱼 是解放军爱吃的鱼 还是解放军口味的鱼 现在呢 先不告诉你 我做的时候再告诉你 这是啥鱼啊 这个是霸鱼 也叫马胶鱼 营养含量非常丰富的一种鱼 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鱼呢 给切片 就给它切成段就可以啊 对 咱就给它切成这个厚片 对 我们部队啊 每年都会海巡 到这个海巡的地方呢 总要吃点海鲜 太贵了呢 我们又买不起 那我们吃着班呢 就会调剂伙食 去买这个比较便宜的霸鱼 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呢 都会称这个霸鱼呢 叫解放军鱼 哦 你们是当时在哪海巡啊 我们在连云港 哦 因为那个也是 大家比较爱吃霸鱼的地方 对 现在有个问题啊 就是你看这个鱼 切完之后 略有点散 因为咱们北京不在海边嘛 如果在海边买头 最新鲜的霸鱼 应该是什么状态 新鲜的霸鱼呢 这个鱼体啊 你用手去摁它 按下去之后呢 它不会有坑 它会迅速地回弹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鱼的眼睛啊 会比较亮 哦 因为你们都直接在连云港嘛 直接从渔民手里买鱼嘛 是吧 当然今天没有那个鱼新鲜了 那像现在 咱们今天这鱼 它其实也吃是没有问题的 对 吃是没有问题 我们想让它形状比较好的话 有什么办法 不救 如果出现这种现象的话 我们就 等一下一定要多拍点这个干粉 拍完干粉之后 我们再裹一层蛋叶 再裹一层干粉去炸 它就不会散了 糊刮厚一点 它本身没有那么立体 我们给它穿一个盔甲 没错 对 好 现在这个鱼已经切好了 对 泡点葱姜水 抓一抓 让它这个蒜味呢 都出来 这个等于是要腌鱼用的 哦 等于说一个葱姜 蒜水 对对对 用这个东西呢 它去代替那个 直接用生姜 这个味道呢 可能更直接一些 嗯 拿一盆把这个鱼呢 给泡起来 给腌一下 是吧 那你直播自己做美食 自己拍 自己当编导 自己当主持人 自己当后期剪辑 对对对 你这属于一专多能啊 因为啊 我主义的那个分队啊 有一个这个 四不倒精神 难不倒 累不倒 劈不倒 倒要往前倒 所以说这个精神呢 它就激励着我 对这个自学啊 没什么为难情绪 嗯 对 稍微呢来一点盐 加点底味 升准的来一点 这升准要少量呢 还是量腰 这个量要稍微大一点 对 来点料酒 它其实抓一下 抓一下等一下会单独的去拍 这还不能使劲抓 对 就要点蛋液 好嘞 稍微的给它抓匀 只要用它的蛋清 那蛋清现在裹在里面起到什么作用 它可以锁住这个鱼的水分 嗯 裹了蛋清之后呢 它就有韧性 就不容易散了 穿一个比较硬体的鱼 可以做了个面膜 好 现在咱们准备油锅开始炸 油呢要尽可能多一些 炸这个鱼呢 因为咱这个鱼肉比较散 油温呢一定要高一些 要用气成热 这样的话它的好处是 它可以迅速的定型啊 不容易散 对 现在呢可以先给它拍上蛋粉 你退役之后就直接去做服装声音了 对对对 什么时候突然间发现 自己在美食方面非常有天赋 而且自信到要发到网上 让全国人民观看 发到这个网上呢 是因为我有一次啊 就用那个手机 就是录 录完了剪 发到网上去 就很多人给我点赞 这就坚定了我做这个美食视频的决心 还挺虚荣的 对大伙当时怎么留言评价的 就是说这个做的圈是不错 想让这个画面呢更精美一些 才有了后边这个自己学这个剪辑 为了让画面更精美 然后开始把自己做饭的过程 全部自拍下来 对对对 就跟刚才一开场一样 对 这个油温呢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咱那隔根筷子在里头 周围冒大泡了 这时候就差不多了 现在呢就能下鱼了 发业就是有一种尽效之意 我前两天看那个视频 在交通半岛 在青哪儿在哪儿 过年的时候呢 都冲上码头去花高价买最大的那个霸鱼 干什么 给丈娘送啊 那这也能叫这个敬老鱼啊 所以我们中国食物有意思就是会把很多美好的寓意和故事放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 打成这个金黄色 嗯 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嗯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用筷子夹起来 其实你看这个鱼现在 对对 基本就已经成块 不会散 它已经定型了 这盔甲穿得不错呀 对 是吧 没错 所以呢 如果说鱼那鱼肉比较散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在家里的办法就是 给它裹粉裹得稍微厚一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是 没错 一粒这个八角 低油温的时候 来给它放一下 再来点这个香叶 再来点这个小红香 花椒 刚才泡葱姜水的这个葱姜蒜 嗯 把水分呢 给它稍微给它控干 也可以用 葱姜蒜也得做这个 对 也关键一下 是不是一个部队的解放军 吃的口味取决于这个 吹石园是哪的人 对对对 它也会根据这个连队里的这个 低域的比例来调及 你来预测一下 嗯 就是它当年吃的这个解放军鱼 那个吹石园是哪人 要么就是四川人 咱们不辣烧吗 是不是 所以你们当时 吹石园到底哪人啊 我们那个就是属于川味 咱是四川人 你看吧 对不对 还猜对吧 哎呀 要么就是特别辣的 对呀 现在咱们把这个料头呢 给捞出来 辣烧呢 咱们要来一些辣的 现在咱们来一些这个小米辣 对 这个够麻烦 现在呢 把鱼给搁进去 就现在已经闻到了各种料 爆出来的香味 对对对 对对 现在呢 咱们再放一些白糖 把这个香味再给提起来 现在呢 要放些盐 不用太多 因为我刚才腌的时候呢 已经放过了 来一点这个薄茜水 稍微来一点就行 所以现在 美食是你生活当中 最大的一个爱好 你也把你最大的爱好 变成视频分享给大家 我想通过这个视频的方式呢 影响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美食 更多的呢 也多给我点点赞 对 最重点是点赞啊 对对对 点点赞我就很开心了 对 其实呢 美食它是食粮 但是把美食分享给很多的人 很多人分享到你对美食 对生活美好的态度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精神食粮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老师吃是每天 最能直接感受到的幸福 就我一提到吃 是我特开心 对 这个现在的状态 这个现在的状态特别像锅包肉 对对 特别像锅包肉 哇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绝对可以 我现在已经感受到 这种屏幕下方出现了很多赞 赞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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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意意见 对呀 对 美食有鲜味生活更有味 太特的调味品 喊您回家吃饭 来吧 尝一口 辣烧的 好 来吧 可以 不错 还挺辣的 说实话 我看没放到辣椒 但是挺辣的 外面是焦的 焦的烧了之后 在嘴里有点弹牙 鱼本身里面 你看还是挺嫩的 而且通过你刚刚 焦的这些方法 包括你自己挂蛋清 然后我们用高温 裹粉 所以这个鱼吃起来 不散了 通过这个方法 烹饪出来之后 我感觉这个鱼呢 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肉质非常鲜美 是吧 非常辣 这道鱼就是你当年 在当兵的时候 你们所有的解放军战士 经常吃的一道菜 这就是你们日常的美食生活 对 因为上午要训练 到海边去去游泳 救生衣的绳子呢 拴在身上 就把这个 颈口这块全都磨开了 每一次的运动呢 都像是这个 在往伤口上抹盐一样 非常疼 也非常累 但是这个苦和累呢 中间也架达着 这些比较单纯的快乐 比如说这个中午回去 可以吃顿这个鲍鱼啊 可以吃顿其他的红烧肉啊 这些菜啊 就特别的开心 鲍鱼改刀 切成厚片 加葱姜水 盐 少量的淀粉 料酒 蛋清 腌制 腌好的鱼肉 拆干粉 入气成热油锅 炸至金黄捞出 起锅热油 加干辣椒 小葷香 花椒 八角 泡葱姜水的葱姜 大蒜 炒出香味 加开水 炖煮两分钟 捞出所有料头 鲍鱼下锅 加小米辣 稍微呢 来点盐 白糖提鲜 勾薄芡 淋红油 收农后 出锅装盘 这道菜 其实你也是 在生活当中 把它展现出来 是对自己生活的 一种致敬 也是对当年 解放军生活的 一种致敬 那接下来到您了 接下来呢 我做的这道菜 是有故事的 我先说一下菜名吧 这道菜的名字叫 三葱沙江生煎走地鸡 这么长的名字 听起来就非常的有故事 我一边做一边说 好 来 鸡这已经是 剁成块在这了 对 走地鸡咱们就是 选用十个月到一年的 这个鸡是最好的 那我怎么知道 它是走地鸡啊 我用四个字形容一下 皮脆肉嫩 皮脆肉嫩 没错 那我买的时候 怎么来挑 你现在已经剁开了 我们不知道啊 看一下这个鸡皮 鸡皮下层 稍微会有一点油 如果你买的那个鸡呢 太老 油脂会很多 如果这个鸡呢 生长周期太短 下面不会有这么多油 油脂 所以通过这个皮下的脂肪 可以判断 它的年龄大致 这爪子呢 鸡爪太过于大 那个鸡肯定是肉鸡 长得那种走地鸡呢 鸡爪一般都不会太大 而且它脚底下的死皮 也比较多一些 没错 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鸡呢 腌制一下 咱们里面会加点酱油 好 我要没记错的话 沙姜的这种做法啊 好像是粤菜的做法 没错 因为我当年在当兵的时候呢 吹石斑就是有一个师傅呢 他就是一个广东人 所以说现在 主要取决于当年 在吹石斑的时候 那个师傅是哪里人 对吧 对 没错 那当年吃这道菜的时候 也是受部队的影响 当年是我觉得 那个师傅 他做给其他战友吃的时候 我吃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菜非常之像 能把一道简单的鸡 做得那么淋漓尽致 真的是不容易 后来我就想 我一定要学会这道菜 然后今天已经学会了 展示给大家了 没错 再来点料酒 最后下点这个水淀粉 你腌鸡下种水淀粉呀 一般不是我们过油的时候 或者最后出锅的时候 来点勾芡什么的 这时候我要给他做一个保护膜 把鸡肉的这个水分锁住 因为等一下我要煎 不是生煎走地鸡嘛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刚才和湿的道理是一样 是 都是可以锁水的 没错 好 总之呢 我们可以在腌制这个食材的时候 锁它水 也可以用淀粉和水淀粉 对 好 把它腌制个大概15分钟 接下来我要把这个洋葱切一下 切成一个三角 这是一个葱啊 第二个葱 一葱 接下来就是小葱 二葱 我只用葱白 因为葱白的部分是最香的 做这道菜呢 我们会用到大量的干葱 把它轻轻地拍一下 然后一开二就OK了 好 三葱 沙姜 生煎走地鸡 所以三葱准备好了 现在是沙姜 没错 沙姜跟生姜有什么区别 沙姜呢 长得是比较小巧的 就这么大点 对 它长出来就这么大 闻起来有点像中药 对 沙姜呢 要轻轻地拍一下 它更容易出味 这时候呢 还需要大量的一些蒜 蒜头要切到不要 对 把料头切掉 是不是要让它的蒜香放出来 对 一个是释放出来 再一个就是看起来 更加美观一些 哦 月菜做菜的时候 这个料才叫一个多 对 用料很足 因为那个食材 是生的在锅里面 就要给它做熟了 对 只有大量的这样的香辛料 才能把它有腥有山的味道去掉 另外增香就靠它们了 对 好 咱们呢 把这个鸡煎一下 少许的油就可以了 把这个鸡肉换下去 当然如果在鸡肉 在家里做 你怕烫的话 就用这个筷子去夹它 嗯 我们这个是炼出来了 哇 有火 这个鸡肉需要煎到一个八分熟 嗯 现场又下起了雨 你看到没有 对 但是吃起来的油花 对 它这个里头有放了料酒 料酒和油它有作用 嗯 你这次是从哪里 都无需之通吗 网上 网络世界是神奇的 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 因为我们也有网络上的这个公众号 您自己拍的视频 也可以发给我们 我们看一看 哦 所以看一下这个鸡肉 现在已经变得金黄色了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一开始下去的时候呢 是那种料酒和各种料烹香的味道出来 现在已经完全是鸡肉焦香的味道了 没错 咱们这个鸡呢 已经煎好了 接下来我要把这个蒜炸一下 在炸这个蒜之前呢 用热水把这个蒜泡一下 用这个热水泡过的蒜 它容易炸透 而且不会糊 蒜香味更浓郁 你们这大猪怎么总是有这么多的门道 我们不懂啊 学习了学习了 这个蒜呢 泡个五分钟就差不多了 我要把这个水滤出来 好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小窍门 在家如果炸蒜的话 如何让它炸得更香 用热水泡个两三分钟 没错 三到四层的油 把这个蒜放下去 在里面浸泡 把火关掉 是用低油温来浸手的 对 好 这时候这个蒜呢 已经炸好了 对 把它倒出来 接下来咱们就把这个 刚才咱们切好的 小的干葱下去 用手去转动它 让它整个面都可以 均匀地受热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边 开一个火 把沙包放上去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 蒜跟这个沙姜 放到锅里 可以看一下 这个干葱 基本上已经煎到金黄色了 而且半透明色 对 这边烧沙包的 这个火不能太大 如果火太大 就把包一会就烧裂了 锅下就烧裂了 边炒这些料的时候 不要下太多的油 因为咱们刚才 煎这个鸡的时候 鸡皮下面的鸡油 已经滲出来了 好 这时候咱们把三葱 蒜还有沙姜 倒进去一半 垫底 然后另一半呢 留在锅里 煎好的一个鸡 倒入锅中 这一半呢 是因为等一下 它垫底 不会不容易糊 这一半呢 是让它三葱的这个料 跟这个鸡肉 完全地融合 融合在一起 爆香了 对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烹点料酒 猪猴酱 不用太多 是不是可以买 在超市买到 什么猪猴酱啊 这些家里面就可以 可以买得到的这个 翻炒匀了 放入沙包 放入刚才咱们 炸好的这个蒜 还有红白 盖上盖子 多久 一分半 一分半 因为咱们这个鸡 已经煎了八分熟了 如果时间长的话 鸡肉就太软了 就没有这个口感 鸡皮也不会脆 对 咱们还需要再一次 烹入料酒 是加入锅边 对吧 对 最后一次这个料酒是 提香的一个作用 放入香菜稿 最多三十秒 为什么我们对这个 时间掌握有这么严格呢 因为 是当年在部队里面学的 这只是一方面 再一个 这个菜是有要求的 你如果时间太长了 就会影响口感 所以说其实 无论是做菜 这种高标准盐要求 然后还是在部队里面 我们高标准盐要求 来从军 其实这种品质 体现在生活当中 就是在帮方面面 是的 做一个认真的人 包括做饭 是的 好 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 三十秒 OK 可以出锅了 美食有鲜味 生活更有味 太多的调味品 喊您回家吃饭 散养的鸡 把它斩酱之后 先用桃油 酱油 生粉 腌制个大概15分钟 接下来热锅冷油 把这个鸡煎制金黄色 放一个沙包 把它烧热 将切好的干葱 紫洋葱 蒜 沙姜 煎制出味 倒一半进沙包 把煎好的鸡再次倒入锅中 加入猪猴酱 翻炒均匀 炒好的倒进去 最后烹入料酒 小葱白和香菜 高标准 盐要求的 三葱 沙姜 生煎 走地鸡 我完全是按照 他的这个做菜步骤 记住这个菜面 我们尝一尝 焦脆鲜香 皮脆肉嫩 酒香味特别浓郁 为什么在出锅的时候 放这个酒呢 不同的时段 加入不同的料 体现出来的味道 也是两样的 今天也确实跟老板上 学到很多东西 阿姨今天带的是 他那里穿的三鲜 大葱带的是 这个酸汤鱼 我觉得两位都是为 自己家乡的味道代言 这是你从老家 专门带过来的 对 做出来的蛋肠 特别好看 在我们呢 就是一个传统的家常菜 这鱼怎么跟我们一般鱼 长得不太一样啊 这个叫白茴鱼 酸辣的东西啊 一定要放糖 老夫人穿 那个酸汤的味道 我顺惊又饿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 我们吃东西 不是在吃东西 我们是在吃香愁吧 哎呀 妈 声势好大 你能安静一会儿 我现在在做菜 南通的 红烧柿子桶 味道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 行吗 太好了 别忘了 回家吃饭 所以现在我们 真的特别的好奇 关于这道菜 跟您当年在部队 究竟有什么样的故事 当年我为什么会去部队 会去炊事班 是因为我的大伯 他就是一个军人 他在部队 真真正正待了一辈子 为什么要做厨师 大伯就说了 人无论什么时候 都要吃饭 你只有拥有一技之长 你做厨师没有错 所以我就走上了这条路 其实学一道菜的过程 是非常艰辛的 其实呢就是这样 我们对美食的态度 就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 然而你们曾经 在部队生活过 无论是在炊事班 还是因为炊事班的 这个解放军鱼 给你后来生活 带来的影响 包括你把美食 通过视频分享给大家 都成为我们后来 对生活的态度 所以生活美食 都是密不可分的 对生活的态度 对生活的态度 对生活的态度